剛剛其實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示意圖 讓你知道假例子通道那裡是通道 相對應開啟和關閉的時間 不過我們剛剛使用的詞彙其實是比較簡單一點 過於簡化 它其實不是一個開啟和關閉的改變而已 不是說我通通通通通把它關掉或把它打開 我們通常在描述通透性的改變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回歸到通透性的這個禪述 所以這邊有一個圖形其實是更仔細的去告訴你在整個動作電位的過程當中 納甲離子通道的通透性改變的一個狀況 這個圖比較稍微複雜一點點 橫軸還是時間 但是各位看一下縱軸 它其實有兩個縱軸 左邊這個縱軸它對應到的是這兩個實線 這兩個實線分別代表的就是納離子跟甲離子的通透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剛開始電位改變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些外界的刺激產生的一些 讓電位產生一些波動的時候 它會引發讓納離子的通透性稍微開始變高 一旦進入了正回饋之後它就會迅速的往上升 因為更多的納離子進來讓更多的那個讓我們的電位提的更高 然後就又讓更多的納離子再繼續進來提高電位 好那這個東西呢提升完了之後呢 它其實到了一個地步的時候呢它開始就會往下掉 什麼地步的時候呢大概是跟我們那個氣包膜電位到達頂點的時候 大概是同時的大概是相對應的實線 我剛剛還沒有講的是除了實線以外還有一個虛線 虛線的部分代表就是membrane potential 它所對應的坐標系在於我們的右邊 所以可以看到大概是-60左右它的基準在-60左右 然後跳到大概是正30左右這樣子 所以這一個動作電位到達這個大概是正30的這個水準的時候呢 我們的通透性大概會維持在一個頂峰然後開始往下掉 納離子的通透性會往下掉 所以現在納離子就比較沒有那麼快速的會進來了 它開始會擋我們開始會擋住它了 相對應的呢就是我們的甲離子通道通透性會上升 所以這個時候會有很多的甲離子從包內往外面跑 OK幫助我們的電位一路往下拉 那甚至它其實會拉過頭 會拉過頭這樣子overshoot這樣子的狀態 然後呢再來再慢慢的進入就是用AZ-Transport的方式呢 開始交換這些離子 讓我們的離子分布恢復到刺激之前的一個平衡狀態 這樣子過去 OK 所以在這個地方大概這個圖會表達的是比較完整的一個意思 那除此之外其實有一個東西各位需要注意一下的是什麼呢 我們其實還有兩個東西沒有看到 這個圖裡面我們看到它特地把這兩個區間標示出來 其中上面這個區間叫做Absolute Reflectory Period 下面這個是Relative Reflectory Period 它代表是什麼呢 就是不反應期 不反應期的意思就是說 Reflectory Period代表就是不反應期 顧名思義就是在這個時候你對它做刺激 它就不會有反應 你的細胞膜不會有反應 因為那個時候你今天為什麼會產生動作電位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刺激的 是因為你的納離子通道打開了嘛對不對 可是我都已經開到很多的時候 就是幾乎是我的極限的時候 這時候我再給你刺激 我已經沒有什麼通透 我的通透性已經沒有辦法再提升了 已經緊繃了 所以它不會對於這個新的刺激有任何額外的反應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我們就把它叫做不反應期 那這個不反應期其實還分成兩種 也就是這邊寫的 一種叫做絕對不反應期 另外一種叫做相對不反應期 絕對不反應期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來再大的刺激我都不理你 因為我就真的沒得用了 不是我不反應 是我真的沒有辦法調整 所以你這個時候來什麼樣子的刺激 我都不會理你 那過了這一段尖峰的時間之後 也就是等我們納離子的通透性 其實又已經掉回來之後 其實如果這個時候 雖然我們裡面的離子平衡還沒有恢復 還沒有完全恢復到刺激前的狀態 但是如果我再來一個比較強的刺激 電信刺激之類的 只要它夠強 我還是會引發下一次的Action Potential 也就是說呢 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我給它一個很強的刺激的話 它會在這個地方產生一個類似的波形 我們的Membrane Potential會產生一個類似的波形 製造出飛航接近的一個Action Potential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相對不反應器 所以相對不反應器 原則上它還是不會反應 只是說如果今天的刺激夠強烈的話 它會反應 OK 所以它會有這些不同的定義 那你可能會想說 剛剛我們不是流了很多的納離子進來了 要流出去很多假離子的 那我哪來還能夠產生下一次的刺激 我哪有 我還能夠再拉進更多的納離子進來嗎 這其實是有可能的 因為你注意一下 就是包內的這個體積其實是很小的 所以我不是真的抓了很多很多數量的納離子進來 樹木摩爾樹其實並沒有那麼多 因為你只要改變一點點數量 它其實濃度整個就會提升很高了 那我們剛剛在電位的計算的時候 其實全部都是濃度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你只要濃度提升 不管你進來的量多少 只要濃度提升 你就會有一些電位的改變 所以一樣的 今天只要能夠再開放更多的納離子進來 或是開放更多的假離子出去 它一樣還是會造成濃度的改變 因此數量不用多 它還是可以有第二次的Action Potential OK 那不然的話 正常狀態之下 就會仰賴主動運輸 把我們的離子分布恢復到原本的平衡狀態 OK 那在根據這個電位的分布上面 其實我們還可以給它一些不一樣的名詞 包含在平衡狀態的時候 我們剛剛有說過 我們會有一個名詞叫做Prololation 來指定這個Racing State的狀態 去激化的一個情形 那當我們受到刺激產生的動作電位的時候 電位會往反方向進行 也就是往正的方向前進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把它叫做去激化 那整個動作電位在 由於假離子通道的提升 送出去了很多假離子 而使得動作電位下降之後 它會恢復到原本激化的這個Scale 甚至比原本激化的Scale 還要再更低 OK 這個時候我們會把它叫做Hyper Polarization 過激化或是超激化這樣的一個現象 因為它其實是有一個Overshoot 然後再慢慢的恢復回來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專有名詞 讓各位稍微了解一下下而已 所以它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它只是代表在整個電位變化的不同階段 所以整理我們剛剛的 介紹的這個動作電位 你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特性 包含其實會產生動作電位的刺激 它會follow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定律 我們把它叫做All or None All or None Load 全有全無律 中文大家應該很熟悉才對 什麼叫全有全無律呢 它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的刺激這個動作電位的產生 一定要外界的刺激 使得Sale Membrane Potential 超過了我們設定的Threshold 如果今天有外界的一些刺激 造成了電位的改變 但是沒有超過我們的Threshold的時候 比如說在這個例子裡面 Resting Potential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Threshold設定在這個地方 它雖然從70的地方上升到65的地方了 可是沒有突破這個Threshold的時候 我們剛剛的正向回饋並不會產生 沒有正向回饋的話 就不會造成電位快速的變化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就還是經過這段時間之後 它又回復到原本的Resting Potential 它並不會產生動作電位 但是一旦你的刺激 讓你的這個星巴摩電位 只要超出了Threshold Potential 就算只有超出一點點 OK 不管你超出一點點或超出很多 其實後面的動作都會一樣 你產生的Action Potential都會一樣 也就是說我今天刺激的電位 不管是你的刺激 讓它超過我們的Threshold 比如說到-54 或者是一個很強的刺激 其實直接讓它到-40 不管 只要超過那個Threshold 它都會生成一模一樣的Action Potential OK 它不會因為你的刺激多寡 而改變後面的波形 這個就叫做全有全無率 要嘛都沒有 要嘛就是一樣的東西 Threshold有時候 我們會把它翻譯成這個中文的名詞 這個不是叫做法指 它其實叫做欲直 那個字 中文字叫做念只有欲這樣子 不過在這堂課裡面 我基本上 我還是都是念Threshold OK 所以回到剛剛我們介紹這個 不管是神經或是細胞的一個電位刺激的實驗 我們就可以藉由這個實驗的設定 給定不同的刺激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細胞膜電位的反應 到底是怎麼樣子的 比如說這邊 左上角這個地方是一個簡單的圖示 告訴你它的實驗的設定 這個設定包含了刺激的部分 也就是左上角的這個部分 這邊是一個電源送進去一些 把一些設定的這些Current Generator 設定的這些電流傳導到你的細胞膜內 那右邊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穿刺電擊 把包內相對於包外的這個細胞膜電位傳遞出來 OK 然後你就可以記錄到這個反應的這個波形了 那這一組實驗告訴你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剛剛反應剛剛的全有全無率 OK 它設定的這個刺激的脈衝呢 其實是周期性的 然後呢 越來越大 也就是說它其實在嘗試去測試它的 它的Threshold到底在什麼地方 好 那測試的方式很簡單 我就用不一樣的Scale下去測 本來是-70對不對 那我就從 比如說我從65 60 -55 -50 我每次給它調整不同的強度 OK 調整不同的電流強度 或是電位強度 使得我今天感受到的 這個細胞膜感受到的電位 刺激電位有所不同 直到我一旦剛剛好超過了 那個Threshold的時候 也就是最右邊這個的時候呢 我就會產生Action Potential的這個波形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實驗很簡單的去知道 Threshold到底在什麼地方 才會產生Depolarization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甚至呢 在這邊我們還可以做另外的實驗 就是說我們今天剛剛講的都是給它一個正電的一個刺激嘛 對不對 也就是把它的電位做提升 那如果我今天刺激的方向相反呢 我如果給它做的刺激是一個hyperpolarization 超級化的刺激呢 過級化的刺激呢 讓它的電位從-70降到-75-80-90 這樣它會有任何的response嗎 這也是一個很好玩的題目啊 就給你不一樣的刺激的時候 你到底會得到什麼 你就知道 從這個圖形裡面 不管你給它多少的刺激 它都不會有反應 它就只是跟著外界的這個電壓源下降 然後再回來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多早就是有一點 波形不太一樣是因為它有一點充放電的效應 如此而已 它並不會產生Action Potential 所以我們就知道 你要產生動作電位有幾個要素 包含了電位的這個刺激要夠大 方向也要正確 極性要正確 才能做真正的誘發Action Potential 然後它會follow全有全無率 產生一個一模一樣的這個波形 傳遞到後端的對象 比如說下一段的神經纖維 或者是下一個神經細胞 或者是肌肉細胞等等的傳遞過去 我們在這堂課裡面 其實都一直用神經細胞 或是軸圖 簡單講軸圖的細胞膜 來當成是我們的觀察對象 但是其實我們也知道 在不同的細胞裡面 它們對於細胞膜電位的反應一定會有所不同 我們剛剛講過的Racing Potential 跟Action Potential的大小其實會有點不一樣 但是它們除了大小不一樣以外 波形也會有點不一樣 我們這邊把時間的尺度 大概稍微拉一下下 各位看一下 這邊我們放了三種不同的可激發細胞 最左邊這個是運動神經元的 運動神經元的軸圖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其實跟剛剛非常的類似 它的低的地方大概是-70 高的地方在-30 它可以很快的做轉變 多快呢 大概一個mini second就完了 所以它傳遞的速度 你可以知道它作用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那如果在其他細胞還是這個樣子嗎 來我們看一下中間這個例子 Skeletal Muscle 它指的是骨骼肌 所以跟剛剛不太一樣 剛剛是神經細胞 現在是肌肉細胞 肌肉細胞的反應呢 首先Racing Potential低蠻多的 再來呢 它整個反應的時間 雖然波形有點像 但是請注意一下 比例尺不太一樣 這樣子是5個mini second 所以它Roughly可能是3-4個mini second 才會完成一個完整的刺激 OK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來講 你今天要刺激這個肌肉的時候 是要它收縮嘛 對不對 你要讓它做這個收縮的動作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久一點 OK 所以它會 時間 維持的時間 會比剛剛的神經細胞還要強一些些 最極端的狀況發生在什麼地方呢 來我們看一下右邊 它是發生在Cardio Ventricle的地方 Cardio這個字好像還蠻熟悉的嘛 我們剛剛說 跟心臟有關係 我們都叫Cardio Ventricle呢 它的意思是肆 腔肆的肆 所以Cardio Ventricle其實指的是心肆 大家心臟有心房跟心肆嘛 對不對 心肆的血液擠出去以後 是要到我們的動脈系統的 所以通常來講 心肆的肌肉很強壯 然後它要做很強力有效的收縮 才能夠供給血液 足夠的血液 所以你看到了什麼 當心肆的肌肉被激發的時候 它的動作電位長這樣子 它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平原區 除了一開始一樣很快速的上升以外 它其實不會那麼快的下降 為什麼呢 因為它需要非常強力有效維持的收縮 它才能夠把這個血液有效的把它擠出去 多長呢 甚至可以長達兩三百個minisecond 所以這一點其實還蠻特別的 請注意一下 特別注意一下比例尺 所以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這個在所有的這些細胞裡面 其實是蠻特別的 所以overall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的Action Potential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去極化的過程 簡單的描述一下 就是我們的細胞受到了刺激 OK 然後瞬間而且快速大幅的改變 細胞膜對於鈉離子的通透性 造成電位的改變 先上後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 我其實對於幾個字 用不同的顏色來表示 因為雖然這個刺激 所謂的刺激或瞬間或大幅 其實只是很簡單的敘述 但是其實都隱藏了一些細節 包含了它到底是受到什麼樣子的刺激呢 這個刺激其實包含了電性的刺激 也包含了化學物質的刺激 OK 我們剛剛舉的例子裡面的話 那個感光細胞的例子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會把光線轉換成電訊號 對不對 然後呢 接觸到神經 視神經的地方呢 會把刺激傳遞過去 所以它其實是電位所產生的刺激 讓我們在神經軸圖上 可以一路把這些電訊號一路傳下去 因為附近的地方 雖然它還沒有完全產生動作電位 但是其實它可以預先感應到電場的改變 只要這個電場的改變 讓你稍微超過我們的threshold 它就會立即的在那個片段產生動作電位 好 我現在講的是請注意一下 不是整條神經纖維都一起產生動作電位 每一個地方的細胞膜 神經整個軸圖上的細胞膜 它其實是依序產生神經電位的 然後再把這個神經電位傳到它要傳的地方去 OK 那或者是呢 在另外一個地方呢 除了電刺機以外呢 其實有一些化學物質呢 也會造成這一個動作電位的一個產生 好 什麼意思呢 神經沒有一條純目鏈到底的 要傳的地方很多 所以它其實神經圓和神經圓中間 其實會有接觸的地方 那些地方我們把它叫做突出 那神經的訊息 這些電訊息傳到突出的時候 其實不是在 它其實不是用電的方式 再繼續把這個訊息傳遞下去 它會改用化學的方式 也就是傳到鏡頭的時候 它的突出上面 會有一些特殊的神經傳導物質 被釋放出來 這些神經傳導物質釋放出來以後呢 會進一步的改變離子的通透性 離子通道的通透性 所以它其實不完全是由電來控制 它也可以用那個化學物質來控制 那離子通道的通透性改變之後呢 它就會再繼續產生動作電位 然後再傳遞下去 OK 所以這個其實這種刺激也是可以的 OK 那我們說瞬間代表是多短的時間呢 剛剛各位有請各位特地留意一下 動作電位這個圖形上面的比例尺 OK 以神經細胞為例的話呢 這個瞬間代表的是幾個minisecond而已 一個minisecond而已 以一般的骨骼機的話 其實也只有三四個minisecond而已 所以它其實是真的蠻快的 OK 然後呢 大幅改變 什麼叫大幅改變呢 我們剛剛都可以看到那個permeability 很快速的提升嘛 對不對 那有沒有數字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以我們的那個套Q的軸圖來當作例子的話 在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的時候 那離子通道的通透性相對於假離子的 大概只有佔0.03%到0.04% 大概差了兩個數量級 但是一旦你的電視機超過了threshold 激發出動作電位以後 我們剛剛說過的那離子通道通透性會快速的上升 上升到變成假離子通道通透性的15倍 一來一回你可以稍微算一下 OK 大概是500倍之多 所以這個夠快 這個夠大了吧 這個變化其實很大的 所以它才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完成電位的變化 到目前為止可以嗎 有沒有什麼任何問題 好 但是其實說老實話 我們講的還是比較簡化化簡的一個版本 其實還是有很多細節的部分需要去注意 比如說 我們只有講到鈉離子的通透性會被改變 也就是專用到被透寬了之類的 那到底是怎麼樣改變的 其實就會牽涉到整個蛋白質結構上的變異 那怎麼樣去改變這個蛋白質結構呢 其實還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解釋 不過我們剛剛說過的其實這個會非常偏向生化的部分 或是細胞生物學的部分 所以可能 如果你還有興趣的話 可能要找其他的課程來去進修 或者是在書本上找其他的一些參考資料 我們這邊可能就沒有辦法講 不過一樣的 我們最厲害的就是把它全部 把我們講的事情通用都化成電路 OK 剛剛我們其實有出現一個電路嘛 對不對 那個電路其實是我們在介紹完 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的時候講的 對不對 那跟剛剛比起來的話 我們現在多講一個Action Potential 我們可不可以稍微對我們剛剛的電路 稍微進行一點點修改 讓它能夠反映動作電位的產生呢 要改什麼地方 Action Potential相對於剛剛的Resting Potential 差別在什麼地方 差別在於我們原本都把Permobility 當成是一個常數嘛 可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你要產生Action Potential 其實你就要去改變Permobility 那在我們的電路裡面 什麼元件反映了離子通道的通透性 就是那個電阻嘛 對不對 或是你講電導也對 因為電阻和電導互為導數 OK 所以其實要做的事情非常的簡單 你可以看一下 這一個是比較完整的一個模擬電路圖 它做的是什麼呢 它只是把電阻換成可變電阻而已 那在整個動作電位的產生裡面 我們會影響到的大概就是 納離子跟甲離子這兩個 綠離子的話 Chorine的話通常是維持恆定的 所以只要這兩個是可變電阻就好了 那請注意一下他們都有相對應的 這個Nense Potential 那這裡的標示跟我們剛剛出現的那張圖的標示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這是來自兩本不同的書籍 他們的定義不太一樣 剛剛那張圖的定義是根據我們對於 細胞膜電位的定義 就是永遠是包內相對於包外的電位 OK 但是這個地方所畫的直流電位的正負極 它其實是反映真實的狀況底下 你的產生的Nense Potential 它的正負極所在 大概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納離子所產生的Nense Potential 就是裡面相對於外面是正的 假離子和氯離子所產生的Nense Potential 就是外面相對於裡面是正的 如此而已 所以他們是定義的差別 並不是兩本書互相違背 互相矛盾並沒有 然後這邊它甚至還做一個比較完整的假設 就是它其實把其他的membrane的部分 考慮進來了 所以多了一個電容做並聯的狀態 為什麼membrane會是一個並聯的電容呢 這就回推到我們剛剛有提到到 細胞膜的結構 它其實是雙層的脂質 我們說脂質因為它是中性分子 中性的粒子 所以它是不具有導電的特性 簡單的講它是絕緣層 你把一層FET放在上面是不是絕緣層 是啊 所以它其實在沒有底子通道的部分 這些細胞膜的特性就像是絕緣層一樣 那絕緣層被兩邊的電解質液夾在一起 也就是被導電的物質夾在一起 這不就是電容嗎 各位電容就是這樣做出來的啊 兩個導電板中間夾著一些絕緣的絕緣體 就變成我們的電容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細胞膜其實反映的就是一個電容的效應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剛剛在觀察到一些細胞膜電位的改變的時候 會有一些充放電的效應 OK 那是因為裡面會有電容的元件 那除此之外呢 它還順便去模擬了在這個細胞膜內和膜外 OK 這個單一的 沿著細胞膜的方向 也會有一些等效電阻產生 因為不管是膜內或膜外都充施很多的電解質液嘛對不對 那電解質液可以幫助導電 但是它導電性並不是那個無限大 並不是沒有電阻存在的 那要模擬這樣子的物質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給它一些等效電阻而已 所以它可以告訴你在這整個片段上面的纖維 它所反映的等效電路是什麼樣子的 等價電路是什麼樣子的 那這裡唯一可能比較欠缺的大概就是剛剛有提到 因為主動運輸的關係 它會有一個電流源這裡沒有附上來 不過各位也知道你在做電路分析的時候 其實是把電流源拿掉了 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好像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就是了 差別只是在這個地方而已 那接下來我們一旦知道動作電位怎麼產生以後 下一步驟簡單的就是要來介紹 那產生了動作電位以後 要怎麼樣子造成電刺激 因為我們剛剛講動作電位的目的 就是要去產生一個訊號 去通知人家說OK something happens 你要做一些response出來 所以換句話這個刺激 這個刺激是要沿著神經的迴路這樣送出去的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訊號給送到 我們想要送的地方去呢 OK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邊的示意圖 這邊的示意圖大致上告訴各位 就是這一條的話大概是顯示的 代表的是一條神經纖維 裡面的這些負號代表的是神經纖維內部的這個電位 相對於外部的一個電位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話這個區域跟區域這個區域 告訴各位就是它其實是在還沒有刺激的狀態 它是在resting的狀態 所以內相對於外其實是負的 那相反而在刺激的部分 也就是區域化的部分的時候 deploration region的時候 細胞膜內相對於膜外 它其實是正電的一個狀態 OK 然後呢 一旦我們這邊產生action potential 假設我現在的電位要往右邊傳遞的時候 這個action potential的電位 它就會影響到臨近的這些membrane的部分 它會因為電場的感應造成一些電位的波動 換句話說這邊雖然還沒有產生action potential 但是它的電位已經開始被影響了 它開始從負70的部分開始一路被提高 越靠近action potential的部分被提高了越多 直到它超過了我們的threshold 它就會產生action potential 所以這個電位就會傳遞過去 這地方我們詳細解釋一下我需要畫一下圖 那我們用比較簡單的圖來表示一下 我把神經纖維的上半部畫出來就好了 原本在沒有任何刺激底下的話 在沒有任何刺激的時候呢 membrane底下大概是這樣子 相對於外是負的 那我們說現在如果有一個神經刺激要傳遞過去了 我們把它叫有一個電流 要傳遞過去的時候呢 代表這個地方有一個正電位要傳遞過來 使得一開始最左邊的這邊的membrane potential 開始有一點點往上 因為它會感應到動作電位 當它超過了我們的membrane potential之後呢 超過我們的threshold之後呢 它開始就會前進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開始慢慢過去 然後呢進展到我們投影片上部所表示的這個東西 這一個正電會一直傳遞過去 但是別忘記了 Action potential它的速度非常快 一旦上去之後沒有新的刺激它就會掉下來 所以它不會永遠都是正的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它又會恢復成負的 所以會有點像是下面這個階段 這樣子隨著時序 這樣子慢慢的把它把這個正電傳導過去 所以各位在理解上面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就是這邊會誘發下一個位置 下一個神經片段的這個細胞膜電位 再繼續上升然後再讓它產生動作電位 同期間呢在比較後端的這個部分呢 因為它的動作電位已經恢復成原本的激化狀態了 所以它就會恢復到原本的裡面是負相對於外面是正 這樣子的一個穩定的狀態 不過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想要請問一下各位 這邊的電位我們說剛剛說 為什麼這邊會傳遞下去呢 因為這個地方的正電位 也就是我們的動作電位所產生的 所誘發出來的這個比較高的正電位 會因為電場的效應去影響到下一個端點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會讓這個地方的電位稍微跑上來 所以一旦超過SRetal以後 開始就是那個不可逆的反應過程 開始往上 OK 產生動作電位傳遞下去 如果這邊會產生的話 那為什麼這邊不會產生 單純以電位的變化來講的話 這邊一樣是正電嘛 對不對 相對於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也是比較高的電位啊 它也會有一些電場的感應啊 也就是說它也會讓這個後端的細胞膜 有一點點電位的上升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它不會往回傳 為什麼不會它會傳到某一個地方的時候 又有新的動作電位往回傳 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假設我剛剛說的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那它其實會在各位的神經系統裡面 造成極大的混亂 為什麼呢 因為原本我想要往右傳 往右左往右傳 結果傳到一半 那這邊又產生了感應又往左傳 那這樣子我起步就是在這條神經裡面 一直左左右又來來來回回一直傳遞 原本我只要傳遞一個訊號 結果最後這些震盪可能傳遞了上百個 或上千個或甚至不止 那這樣不是很糟糕嗎 你原本只要傳遞一個stimulus 結果後來傳了那麼多個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我的問題 我們說這一個動作電位所引發的 它其實會有一個傳播的方向 它其實就是造成神經傳遞的一個最主要的元素 但是單純以電廠來考慮的話 為什麼它不會往回傳呢 不會覺得呢 我既然會影響到前面 為什麼我不會影響到後面 前面的和後面的有什麼不一樣 右邊的方向 右邊的部分 這邊的細胞膜 有產生過動作電位了嗎 還沒有嘛對不對 這邊的呢 是剛剛完成動作電位的部分嘛 對不對 那我們說剛完成動作電位的時候 其實細胞膜會進入一個 reflectory period 對不對 不反應期 其實在這個地方 它會進入一個不反應期 不反應期告訴你什麼 除非你給它很強的刺激 不然呢 它其實並不會產生反應 所以不反應期這個東西的生理意義很重要喔 它其實是告訴你為什麼這些電磁機 不會在你的神經軸圖裡邊到處亂跑 因為當你這樣傳遞過去的時候 這邊是新的嘛 所以你只要超過一點點 它就trigger了 只要超過threshold就trigger了 可是這個地方 雖然你超過一點點 超過threshold 超過threshold 但是除非你的 除非你的這個量非常的高 不然其實你是不會 再引發下一次的這個電磁機的 那以整個動作電位傳遞的過程 你其實是沒有辦法產生這麼強的一個 新的刺激 OK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會 這個東西其實會讓我們的電訊號 能夠有一個單獨的 傳遞方向 OK 所以因為有這個不反應 所以它可以讓我們的神經系統 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的傳遞是單向的 unidirection 它只會往某一個方向傳遞 而且它也確定的就是說 它單位時間之內 能夠產生action potential的數目 其實是有極限的 它沒有辦法無限制的 一直產生action potential 怎麼說呢 因為我一定要通過這個不反應期以後 我才能夠產生下一次的action potential 對不對 也就是兩次最短的action potential 之間的距離的長度 就是我們不反應期的長度 那這個長度大概多長呢 一個minisecond 以神經細胞來說 以神經電位來說 大概是一個minisecond OK 我們剛剛的那個圖形都有 請各位稍微去注意一下 動作電位的那個比例值嘛 對不對 從上去到下來 roughly大概就是一個minisecond 最多不到兩個minisecond 大概是這個scale 那如果說你每兩個動作電位之間的間隔 都至少要一個minisecond的話 那其實我就知道 一秒鐘之內我最多可以產生幾個動作電位 就是這個東西的導數嘛 對不對 也就是1000個 1000次的動作電位 那就是我們這邊講的放電頻率最高就是1kHz 所以這個東西的影響是什麼呢 就是你在觀察所有的這些生理電訊號的時候 大概你可以看到這些電訊號出現的最高頻率 大概就是1kHz 它是kHz這個scale 你不太可能看到20kHz 或是1MHz這種東西了 1kHz其實對我們來講就已經很高了 所以可以讓你知道在頻譜分析上面 你適當的這個頻譜範圍應該要定在什麼地方 好 那這個電流在傳遞 在這個我們導線裡面傳遞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 這樣傳大概可以讓我們單向的傳遞 但是它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 各位注意一下這個交界的地方 這邊是正的這邊是負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靜電流的方向往這邊流 OK 然後呢 這邊是正的這邊是負的 所以會有一個靜電流的方向往這邊流 那為了維持在局部的地方的電流穩定 它其實會產生一個圓形的這樣子的一個 循環的方向 也就是說我在傳遞出去的時候 其實也要伴隨著包內和包外之間離子的變化 離子的一個傳遞 OK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會有一點點影響到神經傳導的速度 因為你必須要這整個 循環都在維持的狀況之下 通透 包含了穿透這個離子通道和進入離子通道 在整個這個循環都維持的狀況之下 你才能夠傳遞我們的這個電流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會讓我們傳導速度慢一點點 所以我們其實 就是生理的結構很特別就是 它會發展出一些東西 讓我們的傳導速度更快 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現在要介紹的這個 非常常見 在我們人體的軸土裡面 非常常見的一種構造 我們把它叫做Mailin 隨俏 這個東西大概我想 如果是三類組的同學的話 大概也不太陌生 因為我們都會介紹到說 神經纖維上面會有隨俏的構造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是 讓我們在神經傳導的時候 速度能夠更快更穩定 它的功能其實很好想像 它有一點點像是 我們常常用的這個 電線外面的那個絕緣層 各位使用的電器 絕對不是裸露的電線嘛 不是裸露的導線嘛 因為你會觸電 你一定是外面有一個絕緣層把它包覆 包覆的用意 除了讓你避免觸電的風險以外 它其實也是確定這些電流 這些自由電子 只會在我們的電源線裡面流動 所以它的速度會比較快 訊號會比較完整 Moulin其實也是這個功能 它的構造上面 它其實是很多層的一些絕緣層的結構 一層一層的把我們的這個軸突 Axon把它整個包覆起來 OK 那右邊這張圖其實是在電子顯微鏡底下裡面的橫截面 也就是說從這個纖維這樣子切一刀下去 你看到的結果 所以中間這個地方其實是我們的纖維的內部 旁邊這個你可以看到很多 細層的這個狀態就是我們的那個Moulin的結構 所以它其實是一些就有點像是絕緣體一樣 它會讓我們細胞內部的這些離子呢 不會跟外面的做交換 因此呢我們的這個Axion Potential 就可以在裡面傳遞的比較快速 OK 一般來說如果有這個Moulin的地方呢 它的速度 神經傳導速度大概是沒有的20倍左右 就是大概一個Oder到兩個Oder這樣子的一個差距 那在全身上下來講的話 這些不是所有的神經纖維上面都會有Moulin 那主要是分布在軸圖的部分 因為這些地方通常都是傳遞要比較遠的地方 所以它需要比較高的一個傳導速度這樣子 不過在這個Moulin之外呢 其實我們注意到一個東西 Moulin這個東西它其實是由另外一種cell 另外一種細胞所產生的 我們把它叫Swan Cell 它其實是附著在這個軸圖上面的一些細胞 它會定期的幫這個Moulin做修補還有增生的動作 所以它其實就有點像我們的皮膚一樣 它其實是一層一層往外漲 然後外面會開始會老化、會剝落這樣子 OK 所以它會有這些Swan Cell 除此之外呢 在Moulin之間它不是從頭到底完全包覆的 它跟我們的電源線不太一樣 我們電源線就是從頭到尾都包覆起來 都沒有露出來嘛 可是在Moulin裡面呢 在我們的AXON裡面 它其實是每間隔一個固定的長度 就會有一些些地方是空隙 也就是沒有Moulin的結構 我們把這些地方呢 叫做Nord of Ranvier 一樣 Ranvier是那個發表的人的名字 紀念它 它總是就是有一些空窗期 在這個地方 有人知道為什麼要有這些空窗期嗎 我剛剛不是說有這些決定體的結構 有這些隨俏的結構 其實它的用意是在我們加速 要讓我們加速傳導速度嘛 那這樣從頭包到尾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中間我還要露出來 這個比較難一點 這個比較難一點 原因是雖然從頭包到尾 好像可以有比較好的決定效果 但是你也知道 這個決定效果不是百分之百的 也就是說我們雖然有這些Moulin 但是你在傳導的過程當中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離子露出去 還是會有一些電荷露出去 導致我雖然一開始產生一個動作電位 對不對 但是在傳導的過程當中 這個電位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請注意一下喔 在Moulin所包覆的這個範圍裡面 你是不會重新產生動作電位的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我們說Moulin是一個絕緣的部分嘛 換句話說 你的細胞膜在那個地方 已經不是一個通透膜了 離子沒有辦法順利的在內外 包內和包外之間交流 所以它也不會產生新的action potential 它只會隨著這些破損的地方 產生一些leakage current 開始慢慢的流出去 一旦流出去以後 你的那個電訊號 也是動作電位的強度 它只會慢慢越弱 越弱 如果從頭到尾都是包起來的狀況之下 你可能傳到尾端的時候 這個訊號就快不見了 傳不過去 傳到一半結果傳不過去 所以我們想出來的 相對應的解決方法是什麼呢 有絕緣體很好 但是呢我們在適當的長度的地方 我們會露一塊出來 為什麼要露這一塊細胞膜出來呢 就是要讓它重新產生action potential 因為我們剛剛說 雖然leakage會讓電位稍微下降一些些 但是它還是很強 所以它還是會超過我們剛剛所說的threshold 有在適當的地方 也就是有這些半通通模的地方 重新產生action potential 所以有一點點像在refresh refresh你的訊號 每到一個nod的地方 它就重新重建你的訊號 一路這樣子重建下去 所以它可以兼顧 讓你的傳導速度快 而且傳遞的訊號不會失真 所以這個地方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請各位稍微花一點時間 可能要去理解一下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我們的神經就可以順利的 把這個訊號傳遞出去 好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順便也看了一下 就是在整個神經傳導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電位的波形到底是怎麼樣子改變的 來請看一下上面這一個 它基本上是一個sensory neuron 感覺神經元 這個地方是它的感覺的突出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它所傳遞的軸圖 一直到末端突出的位置 所以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給它一個刺激 產生一個電位的改變的話 波形就有點像這個樣子 我們用一個方波來模擬 在這個地方產生一個方波的波形 然後呢它其實是到了這個位置的時候 開始有那個我們剛剛說的動作電位產生 那動作電位呢 我們說過了 只要它超出了我們的threshold 它就會產生一個像spike 一樣的這個action potential 請注意一下這邊看起來 就像一根針一樣 跟我們剛剛看到那個上下的波形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對不對 其實他們講的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觀察的時間的尺度不一樣 當你把尺度拉長一點點 你的橫軸是用幾百個minisecond 再去觀察的時候 那個action potential 看起來就像一根針一樣 OK 然後上面呢 你會發現 因為它一直持續的進行刺激 所以你會發現 在經過了不反應期以後 它又會重新產生一隻action potential OK 這樣產生過去 好 那這個波形呢 在圖處的傳遞之下 sorry 在軸圖的傳遞之下呢 這些下面有點像類比的部分 它會慢慢的消失掉 只有action potential的部分 因為它會在每一個 Nodal Renvue的地方 重新refresh 所以它會維持原本 action potential的波形 所以很有趣齁 你原本的刺激是這個樣子 但是實際上 你送到 末節的地方 也就是神經突出 要連接到下一個神經元的時候呢 其實你給它的訊號是這個樣子的 我常常喜歡用一個比例 它有點像是類比轉換 類比轉換到數位這樣子的訊號 原本它其實給你是一個類比的刺激 但是你最後給它其實是一個010101 這樣子的一個數位的刺激 因為每一個動作電位 基本上它長的是一樣的 差別只是在於說 你今天產生的頻率是怎麼樣 OK 和產生的長度是怎麼樣 就是產生動作電位的這一段的 時期的長度是怎麼樣子 OK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個電訊號傳遞到Synaptics之後呢 它就會釋放出一些神經傳導物質 上面這個有一點點囊狀的東西 就是我們在儲存神經傳導物質的地方 所謂的神經傳導物質 包含像乙烯膽碱或是多巴恩這些物質 它就會被釋放出來 然後影響到下一個端點裡面的 這些離子通道的通透性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電位就可以繼續傳導下去 好 那下面還有兩個例子呢 它分別告訴你是什麼呢 就是我今天改變刺激的強度 以及長度的時候 會怎麼樣子的現象 第二個圖形 相對第一個圖形來說 它的強度增強了 好 縱軸變大了嘛 對 Amprix 變高了 所以呢 反應過來的差別是什麼呢 因為刺激的強度變強了 所以呢 每一個 Action Potential 所產生的間距變短了 也就是說它可能在部分的相對不反應期的時候 因為它的刺激很強 所以它被誘發了下一次的Action Potential 所以兩次的Action Potential的間距變近了 換句話說你的頻率其實是增高的 OK 所以很有趣 我們在那個神經系統裡面 我們其實是用頻率 放電的頻率來控制你想要刺激的強度 我們不是用電位的高低來反應刺激的強度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說每一個動作電位都是一樣的 它的波峰基本上 Amprix 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用強度的大小 Amprix 或是 Magnitude 來去表達你想要的強度 那我們用什麼樣子來表達呢 頻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後面這個地方的頻率其實是比較高的 維持的時間稍微長一點點 那如果今天給你的刺激是又強又長呢 你看這邊不但 Amprix 跟剛剛一樣比較強了 它的 Duration 也拉長了 這時候會發生什麼樣子的反應呢 因為刺激很強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一開始所產生的動作電位非常非常的密集 超級密集的 可能一經過絕對不反應期 它就開始下一次的動作電位了 可是呢 這麼持續這麼密集的結果就是 你的離子根本來不及恢復到平衡的狀態啊 你一直被持續的刺激嘛 對不對 就換句話說 你開始會進入一個疲乏的狀態 因為刺激太多次了 所以當你刺激太多次以後 就開始進入疲乏的狀態 然後呢 越來越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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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它沒有辦法維持 跟一開始刺激的時候一樣的強度 就像我現在 在台上講課 講到第三個小時要結束的時候 大家應該已經快要受不了了 想要離開一樣 OK roughly大概就像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我們可以表達各種不同形態的一個刺激的狀況 那這邊的話呢 是更完整的來告訴你整個 剛剛我們看的是單一個神經細胞 感覺神經的這個傳導的一個狀況 這邊呢 則是綜合了不同的神經細胞整體的狀況 它介紹的是一個最簡單的神經傳導的一個回路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反射 在反射的動作裡面 它基本上就是感覺神經接收到訊號以後 直接就傳遞到動作神經元了 運動神經元 然後連接到相對應的肌肉 而不會通過中樞神經系統 下去做思考 它是直接做反應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階段底下 它所產生的神經電位的動作波形 大概是怎麼樣子的 那原則上一開始接收到的都是一個類比的波形 但到最後都是一個單純的Action Potential 因為只有Action Potential會被refresh 會被重新產生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好 所以這堂課大概我們介紹的這個地方 後面Summary的話 給各位稍微歸納一下今天我們上課的進度 我們大概介紹的重點就是 一開始我們告訴各位 電身體訊號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電位 就是介紹Racing Membrane Potential 再來的話是怎麼樣產生 我們所謂的Action Potential 以及動作這個神經刺激 是怎麼樣傳導出去的 OK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下課 謝謝